一,现实会告诉你,不努力就会被生活给开死,无许找什么借口,一无所有,就是拼的理由。 二,爱的时候不辜负人,玩的时候不辜负风景,睡觉时不辜负床,一个人是不辜负自己。 三,所有的玩笑里,都藏着认真的话,而那些开始没有听懂的回应,大概就是在没完不过的拒绝。 四,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不忘初心,帮得始终,却少有人知道下一句初心意义的,始终难守。 五,人生遇到的每个人,出场顺序很重要,很多人如果换个时间认识,就会有不同的结局,一路走来,我不优秀,但我善良不虚伪,我有话之来之取,做事坦坦荡荡,我不聪明,但我肯定不傻, 很多事,我都能看明白,只是不想说而已。 命运给你一个较低的起点,是想让你用你的一生,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。 这个故事关于独立,关于梦想,关于勇气,关于坚韧,放下苦痛,才能沐浴阳光,生命不能,也不必承受太多的忧伤和痛苦。 该放手时就放手,该微笑时就微笑,如果你感到委屈,证明你还有底线,如果你感到迷茫,证明你还有追求,如果你感到痛苦,证明你还有力气。 如果你感到绝望,证明你还有希望,从某种意义上,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,因为你还有你。 神,当你越来越漂亮时,自然有人关注你,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,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,改变自己,你才有自信。 梦想才会慢慢地实现,做最好的自己,来可以毁掉一个人,轻刻意激发一个人,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,才对自己说。 想当初,如果,要是之类的话,不为别人,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。 十一,人性这种东西,不可言不可言不可见。 十二,不是在最好的年岁里遇到了你们,而是因为遇到了你们,才有了我的这些年。 十三,每一个优秀的人,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,那一段时光,是付出了很多努力,忍上孤独和寂寞。 不抱怨不祝苦,日后说起时,连自己都能被感动日子。 十四,亲信时做事,无处时读书,大怒时睡觉,独处时思考,做一个幸福的人。 读书,旅行,努力工作,关心身体和心情,成为最好的自己。 十五,年轻的时候受点委屈,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来安慰我。 长大后却学会将苦难不动身做的自己消化,大概成长就是这样,越长大越沉默。 十六,你之所以一边埋怨自己,一边又安于现状,是因为你还没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,真正的选择,是别无选择。 十七,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碗鸡汤,而是一个巴掌。 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,就是为了告诉你,你真好偏。 十八,在喜欢你的人那里,去热爱生活,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,去看情世界。 十九,如果决定去做一件事了,就不要再问自己和别人值不值得,心甘情愿才能理所当然,理所当然才会一无反复。 二十,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,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,想得太多,做得太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